还在等吗 风卷飞沙 繁华落下 雨的天涯 你的温光 黑暗中淹没 回忆住了扎作 握不住你的手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害怕的是我都怀疑我 难道铭心刻骨的感受 不是这么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我也想要更愿意的更多 要怎么做 再怎么做 始终我全都没离开过 有你的是我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没忘的是为你的执着 所有铭心刻骨的感受 都是真的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多想揭开爱你的脑脑 要怎么挣脱 要怎么勇敢冲脱 天的是我 爹 您看这个 这是当年您和我娘的戏务 您还记得吗 我娘给您做的人偶 临走的时候 又从您这儿要回来的 没错吧 没错 没错 这正是我和你娘的戏务 你娘曾是宫里最好的才戏师 这个世上 没有人逼得过她的手艺 你娘她人在哪儿 她现在可好 我娘 自从离开洛阳之后 就回老家了 摆了个小摊 靠着养残织不作人偶 维持生机 娘待我很好 可是我知道她也很难过 她每天晚上都 都做什么 风里想着你呢 我就跟我娘说 我说 娘 我一定要去洛阳城找到我爹 我不想做没爹的孩子 我不想让同窗门笑话我 可是娘说 娘说 她说什么呀 娘说爹您是户部尚书 您您府里和睦不想被打搅 而且她说她就是死了 也不会拦过您和您相认的 而您您也不会认我的 胡说 这么多年了 小雄她还是不理解我 你娘她还是不了解我 我 我岂是那种 无情无义之人 我看 你长得跟你娘很像 你肯定是我的儿子 真儿 我领你回到府里 我让你认祖归宗 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 谢谢爹 爹 您对我真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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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停车 停 停车 停车 好 干什么 您可有些散碎银料 好 我有 我有 都给你 好 好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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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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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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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啊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不找着我爹了 给你钱 你 不想你 好 啊 我听说 他哪有没用 怎么过好 儿子 曾经对良传言 是 他没用 来来来 是谁交的 也许 和我的身世有关吧 那就别记了 别记了 也没事 你说在我这儿 我也不欺负你 又不亏待你的对不对 远安 如果我也出身大祸人家 那我 小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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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之前您订的下符 掌柜的派人送到府上来了 让您过去看看 看合不合适 行 您过去吧 我一会儿就来 继续说 没事了 害羞啊 我说 你去 走 你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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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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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 有你这么厉害的妹子 我即使有心老外拐 还不得生生被你掰回来 娘 你也不管管 姐姐一见面就欺负我 好了好了 马上就要嫁人了 还这么小孩子脾气 你这衣服 在哪儿搞得这么脏啊 快回房间换一身新的去 姨娘 我跟你说的那个珠子 你可在府中见过 没有印象 没见过 会不会在姨父身边 说不定这是姨父 背着你珍藏的物件 不可能 我嫁给你姨父的时候啊 他还不是什么郭将军 他什么都没有 这府里上上下下啊 哪个不是你姨娘 我一手操办的 别说是一枚珠子 就是一粒米 都是你姨娘我管的 明慧 你要那枚珠子 做什么用啊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姨娘你就别问了 总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好 好 明慧 只要这枚珠子真的在这府里 姨娘一定会给你找到 到时候我派人给你送去 姨娘 我父亲和我母亲去世以后 就是姨娘带着我和哥哥 姨娘最疼爱我了 从小就是这样 明慧啊 你又成熟又聪明 我们家兰儿 能赶上你一半啊 我就放心了 也不用为她以后的生活 而担心了 姨娘 你的心思我知道 其实你不必如此 一来这么多年 姨父虽然偶尔有风流运势 可是仍然对你忠贞不二 这么多年 连个妾室都没有纳下 现在这份家宴是您的 以后就是雪岚的 二来 雪岚也长大了 要成亲 这次和郑国公世子的联姻 是最大的好事 没有人能威胁到她的地位 三来 如果姨娘 你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问题 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郝明慧 有你这句话 姨娘的心就放下了 老爷 郡主 明慧郡主 郭夫人 原来是赵大人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碰到你 原来明慧真是兰芝啊 大名鼎鼎的赵大人赵兰芝 那是何等风光 想必在洛阳城 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吧 真是后生可畏呀 后生可畏 郡主过奖了 兰芝不敢当 过奖 我想赵大人是会错了意 如今你是天后面前的大红人 我可没有资格包奖你 将军 我想你和兰芝还有公务要谈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明慧 我们走吧 好 郭将军 明慧郡主与我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今日难得一见 还是早日解开这个心结为妙 拦之失礼 改日定当登门谢罪 这是哪里话 这么说未免也太见外了 既然有误会 就尽快解释清楚比较好 快去吧 多谢将军体谅 明慧啊 你娘就不留你了 你回去早点休息 您就请回吧 那个国师派来保护你的手下呢 我差遣他先行一步 帮我置办点东西去了 路上小心 兰芝 顾夫人 明慧郡主留步 走 明慧郡主 走 驾 驾 驾 给我快点 把赵兰芝给我甩了 郡主 咱们是车 赵大人骑马 甩不掉啊 废物 驾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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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兰芝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只是想问明慧郡主一件事情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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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把水月 引荐给齐安郡主当随嫁女官 她的底细我并不清楚 明慧郡主 我要问的并非此事 那你要问什么 那日在罗天洞 我险些丧命于父 有个蒙面的姑娘 将我从深潭中救出 那个人 是不是你 赵大人 你说的那个深潭 我闻所未闻 依我看 你和那个愚蠢的叶远安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们两个 就应该一起死在那个深潭 明慧郡主 我几时说过远安也去了罗天洞 去了深潭 莫非郡主在那里见过她 我只是话赶上话了 你休想拿这个讹我 我从不讹人 我只相信证据 那就助你早日找到证据 我算是 江人的事 我欠你 深潭的事 也是我欠你 如果有机会 这两件事情 我会一并还给你 不过一马事归一马事 如果让我找到你 不法行为的证据 我一样绝不受软 狂妄自大的家伙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怎么着瞧 听说了吗 出大事了 什么事 你到底要说什么 真的 不干嘛 我这 什么 什么 某个 听人说 有什么事 夫人 夫人 大事不好了 远安 母亲 你们都来了 怎么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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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 你们认识啊 我 我 她 我 我 都 我 你敢来这儿 我把你打舒服是吧 射死这女孩不好 还敢来夜或三夜 喝我奶的 不 喝我路奶的 我还没让你陪呢 娘 她喝了你的奶 你掐我的胸干吗呀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 你不要好人 停 你们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女儿 把人分开 成何体统 放开 这 这上哪儿了这是 腰疼 没事吧 儿子 我们骗过也疼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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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这么个玩意 领回家来了 什么这么个玩意 我跟你说 他就是我儿子 他叫欢歌 也就是远安和远宁的哥哥 再想清楚点 就是叶家的长子 老爷 你 你这是在偷我开什么玩笑啊 你看我这样的表情 像是在开玩笑吗 娘 娘 夫人 娘怎么了 爹爹 穆勒 请大夫 好 快 夫人 坐下吧 爹 你确定 这么个玩意 是我哥 你 我这胃力不太舒服啊 干什么 都干什么 都干什么 我只不过想给这个孩子一个名分 你看看你们的表现 我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在这儿 谁也不准欺负他 我 我不管你啊 你 你是晕倒了 还有你 你是不是胃疼 总之 我决定的事 就都是对的 就 就这么定了 爹 我冀绝支持你 欢歌 还看什么呀 没事儿子 有我在 你放心啊 我真是造了什么孽呀 明明我们家远宁 是叶家唯一的男丁 怎么突然又冒出来 一个比他大的长子 我不服气 我不服气呀 远安 你说 这事搁你 你能忍吗 就算你能忍 我也不能忍啊 我不服气啊 不服气啊 不服气啊 你说你刚进门的时候 不也是个小老婆吗 那你说后来你当夫人了 那我也没气成您 怎么能这样啊 我是小老婆呀 可是远宁是你爹 正宗的儿子呀 不是这么平白冒出来的呀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我肯定气啊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在这家 当了这么多年大小姐 这平白无辜冒出一个 我能接受吗 那我爹认他 我能怎么办 这爹爹就是老糊涂 被人骗了 姐姐 你怎么老向着歪人说话呀 那你说我怎么办吧 还有你 怎么连你都见过呀 他哪儿来的 他欺负小孩 我教训了他 像他这种人 一定不是你哥 他说话你总相信吗 老爷 老爷 我跟你说 你领回来的那个儿子 一定是个骗子 没错 就是个骗子 我也觉得有蹊跷 你们想干什么呀 审他 审不审 审不审 审 审 这爷父上下 果然是容不得我 这一次 一定认真对付 老爷你这 你 你这个野种 你 女生的才是野种 嘿 若不是我娘当年谦让 哪还有你们 你这个骗子 我有我爹爹跟娘的信物 看 这个玩偶 我娘当年一针一线缝出来送给爹爹的 两人分手的时候 为了免得爹爹的千念 我娘才把这个人偶要了回去 哎呀 说得没错 那如果真的说是当年爹爹在外寻访 然后又无意之中 邂逅了你娘 然后才有了你 这样说的话 是不是也太命中注定了 太命中注定了 大小姐 你这是给我设陷阱的吧 那我来告诉你 我爹当年认识我娘的时候 他没在外地 爹爹已经是皇上面前伺候的小丽了 我娘名叫小秀 他当时是宫里最好的采戏师 我劝你啊 不要想套我的话 爹的事要真论起来 我知道的比你多 你带朋友啊 休怪我不客气 你松手 爹 你看看他们 张鹤野种闭口骗子呢 还有 还有人想套我的话 他还要打我 你要干什么呀 儿子 没事 没事 有爹爹在 爹爹在 爹 我说 我说夫人哪 这当年我对你是有情有义的 你何必苦苦相逼这孩子呢 你看什么呀 你个不缺无数的东西啊 你说 你教书先生教你读的书 你读通了几章啊你 你还护着他 看什么看呢 袁安 我跟你说 你不要得到那个天后的赏识 你在家里就 就就就 就一手遮天 我告诉你 在这个家里我是老爷 我说了算 我就不明白了你 你这么个小奴才 主子们的事 你插什么嘴啊 不是 不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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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命怪 我连一个小小的家 我都做不了主嘛 爹 你莫要为了我跟家人 伤了和气 让我走 我可以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搞清楚 那就是我 究竟是不是爹爹的 亲生骨肉 这样 我有一个办法 我要在你们面前 跟爹爹滴血认亲 这 谢谢 爹 爹 你果然是我亲爹 儿子 你 你 你哪儿都不要去了 你就留在府里 你就是叶府的大少爷 好 从现在开始 你在府上历练历练 等爹过短日子 在朝中给你谋个位置 谢谢爹 老爷 老爷 远宁堂 你少插嘴 我告诉你啊 我为了弥补对他的亏欠 我决定 咱们叶府的帐篷 以后有他管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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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您真是糊涂啊您 让你们两个在这儿 多管闲事儿吧 人家现在贯账了 走 走 你们 走走走走 幸好我早有准备 为了防止他们暗算 而在手上涂了币马油 别说爹爹与我本就是轻生父子 就是一只猫跟一只狗的血液能融在一起 管账房 好机会 我要趁机 好好收拾收拾这些坏蛋 你说你都这么大 你爹还给你陪哥哥 这 这太有意思了 能不能不要笑我 我这怎么是在笑话你呢 你看我 从小就没爹娘 也没有兄弟姐妹 就我一个人 我是羡慕你 家里有这么多人 多好 我 我也是 我到现在 都记不起自己的身世 他还有个信用我 可以找到亲人 认清自己的身份 可我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你是看不惯他抢了小孩米糕 可这种人你说 可不就这样吗 反正以后在府里有什么事 你就尽量躲他远点 倒不是怕他 我是心疼我爹 年纪这么大了 经不起折腾 我听你的 看不出来 你还挺相声的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个好人哪 如果我不是什么好人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好坏这种事啊 问心无愧 说的有点道理 好坏这种事情 真的很难自己说了算 你啊 我终于找到弟弟了 我现在是大少阳 炖肉随便吃 还穿上了漂亮的袍子 韩哥 是吗 爹爹 您来了 这个 您看 这是我做的账 是吗 还真是不错啊 你把这账整理得井井有条 不错 爹爹您过奖了 您的生意虽然不大 但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平时家里的银量进出 出货进货 都是我从书院回来之后 帮他记账整理的 所以福利这些款项 我还能应付得来 好 那就好啊 爹爹 这边请 爹爹 您坐 您坐 欢歌 你知道爹主管的户部 那是给整个朝廷 也是给整个天下管账的 这样 你先把家里的账啊 先打点好 寻找到机会 爹哪一定会给你 谋个好的前程 爹 太远的事儿 孩儿还不敢多想 只是 我见大门口和主楼 有些地方需要加固 有些地方需要维修 工程不大 用钱呢也不多 但是这个月 府里预算的开支 做得十分详细 从别处 是一点也解不出来了 您看 这个钱 咱从哪儿出 您有什么想法呢 爹 咱是主子 下人的利钱 自然是动不动 依我看啊 咱能不能 从主子的利用力 挪出那么一点来 当然 挪多少 孩儿自然是有分寸的 好 庞哥 难得你为下人着想 好 就按你说的办 谢谢爹 来了 少爷 来啊 少爷 别跑啊 别跑啊 在这儿 来 我在这儿呢 来 谁让我抓到 上一两银子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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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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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二少爷 这是大少爷给您的 这个月的零用 这么少 臭小子 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吗 臭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敢刻刻我的利钱 你说什么呀 有话好好说吗 快把我的利钱给我 不然我还揍你 揍我 信不信我把你手指都给白折 二弟 知足吧 要多少才是多呀 我和我娘一年也花不了这些钱 你要这钱是干吗呀 是去赌博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吗 当心我告诉爹地 松手 教谁呢 大哥 阴不见 大哥 这还差不多 跟我斗 你还嫩点 咱们叶大人府上可真是气派呀 瞧着亭台楼阁 狼桥水泄的 可真不是一般人家能比的 可不是吗 现在谁认不知 叶大人深得天后信任 只怕一岁九千也不在话下 你们快看 叶夫人手上那枚精灼 橙色一流 做工精致 想必 价格也一定不菲吧 是啊 是啊 姐妹们 说的是哪里话 喝茶 喝茶 我们家这茶呀 是老爷刚拿来的上好茶 让你们好吃好喝的伺候夫人们 怎么还磨磨蹭蹭的 夫人 果盘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 拿这种便宜的果品 这不是叫人笑话吗 夫人 大少爷吩咐了 这兵营 金贵 那些玉瓷的果品 都留给老爷了 您要的话 就只有这个 把他给我叫来 母亲大人 您叫我呀 你这才管了账房几天啊 怎么着 这是要登天不成 母亲大人误会了 寒瓜是夏天结暑的 最佳果品啊 我这是为了您的健康着想 说起来 我还有事要问你呢 这没你说话的份 快点准备上好的果品来 正月二十二 周大人母亲七十大寿 送礼之出二百两 实际之出 八十两 姑奶奶府上夜宴 玉狮子一段一把二十两 实际 几位夫人哪 这家中长子找我有事 咱们回头再约 快送夫人们回府 实际之出是多少来着 实际之出你记得吗 你在那胡揍什么呢 听着耳熟了吧 刚才我所说的 都是您亏空我爹的钱 你 这才两笔 数额就如此巨大 您平时那么大手大脚的 就是有自己的小金库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您为了摆上台面 做的那些假账 账房先生为了撇清关系 自然就有自己的小账 剩下的 我就不用多说了 是吧 您 到底想怎么样 我啊 我就想 您对我温柔点 慈想点 对我好一点 就像您刚才那样 叫我家中长子 特别好 母亲大人 家中长子 谢谢您跟您告辞了 您 您 怎么着 你们把那散碎银两 给了大小姐 她竟然什么也没说 小主子就这样 有钱不数 什么小主子 我才是你们主子 行行 去 下去 是 被我挤对 就她没什么反应 可惜没抓到 把她把柄 管她呢 反正钱在我手里边 这就算我的初步胜利 大少爷 您看 这个 这个都是咱们的马 不错不错 个个彪肥体壮 漂亮啊 是 这呀 多亏了穆勒 穆勒 你 给我牵一匹上好的马过来 跟你说话呢 不是 她什么意思 娄了是不是 大少爷 她呀 就这个脾气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有时候大小姐都让着她三分 就是个奴才 神气什么呀 我要那匹 那是原案的吗 没规矩 我就是要用 怎么了 穆勒 来松手啊 穆勒 不能动手 你给我动手是不是 她是大少爷啊 大胆了你 反正以后在府里 有什么事你就计料 躲她远点 倒不是怕她 我是心疼我爹 好 少爷 大少爷 大少爷 关掉了 大少爷 疼死我了 你帮我捡起来 我给您捡 我给您捡起来 这个好 怎么样 好玩吧 挺好玩的 有用吗 挺有用的 乖乖叫一下师父 我把这些都交给你 这还是算了吧 你要真教我 我肯定学不会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就你这个鱼木脑袋 教你有什么用啊 笨蛋 笨蛋 处坊 老神经病 新衣服 我才不要的 有本事你就别穿 就不穿 姐 姐 姐 干嘛呀 这个月的历钱 你点了没有啊 那小子苛扣了我们多少 你知不知道啊 我这太委屈了 远安哪 远安 你看你 你是在天后那儿 能说得上话的人 你爹他偏向那个野种 那野种又不尊重我 你也不替母亲管管 母亲 都已经说过多少回了 爹既然认了他 就别再叫人野种了 还有你 人家给你多少就用多少嘛 你不是最会从家里偷东西 拿出去卖吗 姐姐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是这种人吗 姐姐 你就 别这样嘛 姐姐 行行 你要实在不够的话 晚上去我那儿拿吧 反正我也没多少啊 还有啊 你说 这爹都已经认他了 也低血认亲了 所以 以后再这样 不非得把爹给气死不可吗 是不是 所以以后大家 都退一步 我还有事 我先撤了啊 母亲 那个 回见 远 我就知道 他肯定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可是除了姐姐 怕这家里 没人能收拾得了这个野种了 你刚才看见他 是从哪儿出来的 地库啊 来 宋子 过来玩 宋子 慢点 慢点 母下都不错啊 公子 来 公子 来 慢点 慢点 公子 干什么你们 他们可是大理寺的官爷 可别惹他们 小心他们把你抓起来 不敢抓我 大理寺就是一帮 受当差的 他们每年的享一利钱 都是我爹爹批给他们的 我爹爹批的 我爹爹批的 你爹爹 你爹爹是谁 你不知道我爹爹是谁 你知道我爹爹是谁吗 我爹爹是 伯父上书叶大人 松手 松手 探索 好 最终几分与你 慕成心事 谁都想一世不离 怎了却都转心 我迷惯你无奈 太对抗的爱有多荒荡 是谁在流言里唱一声 不敢曾经把旧叶花 叶花踏上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飘荡在原始不成 正你离去的遗憾 岂许能与你相认 岂许能与你相认 决念这爱恨前程 在与你不许自生 曾经把旧叶花 叶花踏上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曾经把旧叶花 叶花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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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